8日上午,执行第四次出海试航任务的国产航母,顺利返回大连船厂的码头。 从去年12月27日出海,到今天结束试验返回,共历时13日,试验周期比第三次要涨,看来这次试验的科目不少。 虽然没有看到明显的起降,肩负E-15舰在机的痕迹,但是如无意外,肩负E-15应该已经降落,过手骚国产航母了,只是这一过程是匆匆的,降落之后又迅速离开了已经检验了整个折降系统,能够满足需要即可。 就此预计,返港后手骚国产航母将进入在舰桥和舰首屠刷弦号的时间,再经过少许修整,其将选择合适的时间正式移交海军,出海海试时吸舰在机模型的国产航母。 首骚国产航母的第四次海试备受关注,因为牵涉到大家十分关注的肩负E-15起降试验,而这意味着该航母将成为一艘真正的航母。 从返港的首骚国产航母的甲板原景里,丝毫看不出任何能够证明肩负E-15已经起降的信息,但初步预计,由于只是试验阶段,肩负E-15只是在甲板上降落后再起飞离舰, 只需证明首骚国产航母的甲板赫着舰系统能够满足肩负E-15的起降需要就足够了,而无需让首骚国产航母吸肩负E-15返港,航母上的舰载武器均没有遮盖炮衣。 当然,这次出海进行第四次海试,首骚国产航母可能还进行了舰载武器的试验, 包括海红旗-10和HPJ-11型11管30毫米进防炮的实弹打靶试验。 众所周知,首骚国产航母的自我防卫,是其安全的最可靠保障。 中国为此围旗配备了可谓是世界上最严密的防卫手段。 由海红旗-10进防导弹来执行中近距反导任务,该弹可以拦截绝大部分 突破海红旗-9防御的敌方反舰导弹。 而作为最后手段的HPJ-11型11管30毫米进防炮则以其最高超过10万法的火网扫荡最后的漏网之余。 003航母将是电磁弹射器加平直夹板。 如果进行了这两项关于舰载机与武器的试验, 那么,手骚国产航母的几乎所有船厂试验就几乎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涂刷弦号并举行命名交付仪式了。 虽然很多其他省份的少部分人士还在质疑, 但是如无意外,手骚国产航母将于近期刷上E-17的编号, 并在移交海军时正式公开山东舰的命名。 此外,在上海建造中的003舰将被命名为18号广东舰, 以在大连开工的004舰这两艘都是配备电磁弹射加全空平直夹板的常规动力航母, 将被命名为19号浙江舰。 中国开始进入多航母时代。 分析认为,在16号辽宁舰的试验基础上, 手骚国产航母的试验已经走上了正轨成熟的路子, 所以每次试验的综合性更强一些, 也就是说17号山东舰的每次试验都是同时进行多个重大科目, 这十分有利于该舰的早日交接入列。 还是坚持先前的判断, 17号山东舰在春节前后只需针对这次试验存在的些许小问题进行整改, 之后就会正式涂刷弦号, 并将选择在2至3月的某个日子举行隆重地向海军交接仪式, 以便手骚国产航母攜手16号辽宁舰, 在4月23日连妹参加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的盛大跃舰式。 2019年1月7日, 据媒体发布文章称, 日前中国央视播放了一个关于新型天鹰隐身无人机的宣传视频备受关注, 据美国人指出, 天鹰隐身无人机这是中国在众人面前首次公开露面,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中国海军正在计划发展一款具备舰载起降性能的无人机, 这只是中国海军计划的一部分。 据介绍, 由中国航天科攻集团无人机技术研究研究所自主研制的天鹰隐身无人机采用飞翼式布局, 在高威胁强对抗环境下能够进行战役战术侦查及远程远海大范围监视任务, 此外具备系统优化布局, 高隐身设计, 全自主控制高精度飞行和低成本, 使用维护的优良特性。 据观察者网站军事观察员评论称, 天鹰无人机在总体设计上更接近于传统飞机, 这有助于天鹰无人机的灵活部署, 该无人机侧重于侦查功能。 在视频画面中, 天鹰能够很好的对目标进行搜索识别, 从而引导导弹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天鹰无人机 据军事专家透露, 未来中国将天鹰隐身无人机很有可能会根据需求系列化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 这款隐身飞翼无人机未来将装备在拥有电磁弹射器的中国航母上, 美国将无人机搬上航母耗费了六年时间, 那么值得期待的是中国要用多久呢? 在中国海军对未来航母计划中, 无人机上舰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无人封群战术或者无人舰载加油机和查打一体舰载无人机正在火速研制当中。 话说回来, 当下中国最为急切的是下一代舰载机问题, 据此前分析称, 中国致力于发展一款能够大幅量产且作战效能, 能够与F-35相匹敌的第四代舰载机。 据央视1月4日报道, 中国军方正在为沈飞集团招标采购隐身光电组件, 值得关注的是, 除了程飞研制的肩负-20隐身战机, 中国另一款第五代隐身战机FC-31胡鹰战机出自于沈飞之首, 且有传言称海军已经向沈飞提供研制资金并订购了FC-31战机, 2018年珠海航展FC-31等比模型。 据著名军事评论家张兆忠表示, 舰载机的性能将决定, 航母的战斗力, 在1941年世界航母前三强分别为日美英, 如果未来几年日本出云号航母进行AF-35B起降训练, 英国正式部署AF-35B隐身战载机, 那么世界前三强很有可能是美英日, 至于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航母仍需继续努力, 航母战斗力不在于段位大小, 而是甲板和机库里的舰载机, 所以中国舰载机要加把油了。 有意思的是, 有美国网友表示, 迄今为止, F-35是唯一可用的真正战斗机, 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苦苦挣扎追赶美国, 但是他们只生产了第四代战机, 依靠现代空对空导弹, F-35将结束第四代战机的狗斗游戏, 如果想要在战场占据主导地位, F-35是美国空军最佳选择, 不过有美国人回应, F-35并非一只独秀, 这明显是假新闻, 很有可能是捧杀美国的一个手段, 相比F-35A, 我更喜欢F-35B, 但F-35B软件问题的确让人头疼, 值得高兴的是, F-35虽然还有缺陷存在, 但貌似不影响其他国际买家的购买欲, 事实是F-35一直在增加, 除了提高美国军火交易额, 目前还看不到F-35具体发挥的效用, 江峰1月8日, 美国媒体报道, 因为福特号航母关键系统故障严重, 美国高官不得不向特朗普总统立下军令状, 如果不解决问题, 总统可以解雇我, 像大多数最先进的战舰一样, 福特号航母在其建造和测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 特别是他采用了一系列全新, 未经验证的技术, 这艘航空母舰因为价值130亿美元, 出现的各种问题, 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现在美国海军部长理查德, 斯宾赛瑞扯RDVS班册亲自保证, 该航母的大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他的承诺是如果不解决, 总统可以解雇他, 福特号航母的全新电磁飞机弹射系统, 一直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别关注的焦点, 他在2017年5月对这一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表示忧虑, 并多次提及该弹射系统的问题, 还曾经在访谈中随机提起这一问题, 特朗普实际上已多次攻击电磁弹射器, 认为这一系统无用, 但是,福特号航母的先进武器升降机下图, 也遭遇了很大的研制困难, 至今无法使用, 这是斯宾赛部长最新承诺的焦点所在, 美国海军部长斯宾赛8日说, 在12月美国陆军海军美式足球比赛期间, 他向特朗普总统做出了一个相当有高风险的承诺, 我说让我们像美国企业一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承诺升降机将在福特号航母上无故障的工作年工作, 不然的话总统可以解雇我。 斯宾赛在美国新安全中心的一次活动中告诉美国海军新闻渠道, 我们要完成武器升降机的研制, 我知道我会完成这一问题的解决。 他补充道, 我还没有被任何人解雇过, 被总统解雇真的不是我想遇到的事情。 左双引号, 福特号航母的先进武器升降机研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遭遇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詹姆斯, 因霍夫在内的其他一些正要的批评。 这些升降机使用电磁技术, 而不是用传统升降技术将弹药提升到飞机所在甲板。 该外包公司的11部先进武器升降机, 在2017年5月福特号航母交付时根本没有安装这是长达32个月的延误。 但是美国海军依然在没有武器升降机可用的情况下, 接收并服役了这艘航母。 经过一年的海上试验后, 该航母于21-18年7月宣布将进入安全旗。 但这一安全旗的启动, 被另一些技术缺陷延误, 并且从8个月延误到1年, 以处理各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例如升降机的安装, 高速齿轮缺陷等等各种技术问题。 。